我們看看這一題 他說密度比是1比2 那半徑比是2比1 這兩個球如這個圖 並排起來 以致小球的質量是m 小球的質量是m 沒有,小球的質量是m 以致小球的質量是m 那他問說,那麼大球的質量呢 我們知道這個質量 事實上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體積 3分之4 πR3 再乘以那個密度 現在的話呢 他們的那個密度不一樣 他半徑不一樣 所以質量跟什麼乘乘比 跟R3都乘乘比 所以我就知道這個m1 比上m2 m2是m 是等於到啥呢 是等於R1 R1就2R 比上那個R 的3次方 跟R3次方乘乘比 他乘以到跟密度乘乘比 密度是1比2 就是R1比2 所以這樣到啥呢 這是8倍也就是2倍 所以是4倍 也就是說 m1 就是他質量 是等於他的4倍 4m 所以A選項的話是對的 A選項 V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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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8m 那8m就錯了 他說他的質量是他的8倍 那就錯了 A選項 如果大球與小球 球星的距離 增加4倍 增加4倍 增加4倍就5倍了 則兩球引力呢 減為原來的4分之1倍 那變成五倍的話,應該減少原來的二十五分之一倍 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引力兩個質量都不變的情況底下,它距離增加 增加四倍就是變成圍欄五倍 那我們知道這個引力,它是跟什麼? 跟R平方分之一成正比,弄小R 跟R平方分之一成正比 那你這R變成圍欄五倍的話,那你外揚力就變成圍欄二十五分之一倍 所以的話呢,這是錯的,C是錯的 好,算我們看DR 若將大球與小球的距離增為四倍 不是增加四倍,是增為四倍,增為原來四倍 則兩球引力減為原來的十六分之一 這個對,為什麼? 因為F跟R平方分之一成正比 所以跟R平方分之一成正比 那現在這個R的話呢,變成圍欄四倍 所以在利的話,變成圍欄四十六分之一倍 所以F'的話,等於原來的十六分之一倍 所以這個是對的,D是對的 好,算我們看一 兩球間的引力與距離關就錯了 跟距離的平方成圍欄比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A跟D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